大家好,每日分享一个十五妙招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 一到这个季节,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穿毛泥大衣或羊绒大衣 但是这种衣服脏了,大部分人都会送到干洗店清洗 那今天教大家一招,自己在家就可以清洗 而且洗完可以立马穿上,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步,首先我们在清洗衣大衣之前 需要准备一个衣罐,轻轻去拍打这个衣服 可以将上面的灰尘拍打掉 因为这个泥大衣啊,它很容易产生静电 上面就会吸附很多的灰尘 那么经过这样的拍打呢,上面的灰尘已经少了很多 第二步,进行清洗 那么清洗之前,我们需要自制清洁液 准备的材料很简单,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碗 在碗中挤入洗洁精 不溢太多,只需要一到两滴 之后撒上少许的食盐 再倒入白醋 最后挤上这个揉顺剂 揉顺剂就是平时洗衣服用的 我们再倒入这个温水啊,将这几样稀释一下 搅拌均匀 搅拌好后,我们直接把它装进喷壶 用自制好的溶液直接喷洒在泥大衣上 脏的地方可以多喷上一些 喷好后,我们再准备一个打湿的毛巾 顺着一个方向直接擦拭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袖口处是很脏的 只需要简单的擦一擦,就可以轻松去除污垢 脏的地方我们可以反复擦两遍 怎么样呢?只需要简单的擦拭一下 就可以将泥大衣上面的灰尘污垢都清洁掉 擦干净之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干净的毛巾 轻轻的去擦拭上面的残留水渍 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 这样就不会损伤衣物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清洁后 衣服立马干净如新 简单的清洁一下 不仅干净又省钱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清洗毛巾大衣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